7点20分左右呢 有一群呢 在这个立法院外面的这个社运学生呢 他们呢决定呢 就往行政院前进 而且呢 已经进入到了行政院的这个前厅 还有呢 有一些人呢 已经进入到了二楼跟三楼 现在呢 整个行政院内外 是被优势的警力给隔开了 我们立刻把现场交给记者王佑正 好主要我们现在行政院内部呢 为你掌握到最线情形 现在你看到这个地方呢 是在行政院院本部大楼的一楼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呢 现场的许多学生 依旧聚集在这个地方 事实上呢 他们不能够聚集 是把这个证明办公室当中 已经加剧 一个技能上的包含了 这个沙发 沙发店 沙发架 以及甚至人用的床档 全部都翻译 最主要呢 就是呢 因为几个人 在这个11点左右呢 已经有手动作 把十二楼全部都翻译 为学生 一个对峙的情形 而学生呢 很不分心 我们在利用的行政院院 专门的相关加剧 来看警方呢 进行一个热爱剧的工作 目前的情况 其实相当紧张 以上是目前 我们找到最线情形 今天我见到彭丽主播